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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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我是丁超 今天是量缩 我在跟我会人讲过 大概就是 這禮拜到下禮拜都会量缩 大概都量缩 没办法 因为要放假 这禮拜是 禮拜五放假 那下禮拜是 下禮拜是工作五天 没有错 但是要连续 这个是休假四天 所以 只要碰到这种情况 量都会缩下来 所以也好啦 反正这个也过不去 我们看这个周K线 这禮拜扣底值是这一根 所以这禮拜跟下禮拜 比较不容易跌 这禮拜跟下禮拜 比较不容易跌 但是会不会大涨 我不敢讲 但是我可以告诉各位 比较不容易跌 因为是助涨抗涨 助涨抗跌 助涨抗跌的盘 所以你怎么知道 我就是知道 你说了 我叫分析师 你就听我的就对了 那你接下来 比如说这禮拜是 扣底这一根下禮拜 这一根 那双十节回来是这里 进入十月底 都是扣底高值 所以这个盘 其实不是很好 很好操作 老实讲 这个整理时间 可能会一直延长一段时间 就是这个整理时间 会一直扩底 扩大的意思 扩底 所以你这个 你如果没有耐心 你会觉得很烦 如果你了解技术面 你就不会烦 你就知道说 你要给他时间 你要给他时间 不然你不可能每天去 他也不会每天落 你上星期 你上个礼拜这样子跌 也跌了四天下来 大家就一二三四 礼拜一跌到礼拜四 礼拜五还破底 你看 所以上礼拜 大家都很紧张 对不对 周K线就黑的 有个下引线 是礼拜五拉起来的 成交量才1.3兆而已 他不是出货 我就跟你说过 他不是出货 成交量也不过 才1.35兆怎么出 那你这个攻击也不上去 才1.46兆怎么进去 怎么攻击 你这边套这么多 所以我跟各位讲 就是你如果按照 按照这个季线来看的话 它是空头 没有办法处理 没有办法很快的时间改变 所以大家要先有个了解 就是说 假设 因为其实礼拜一 礼拜五放假 那我上礼拜跟各位讲过 上礼拜五跟各位讲过 我说这礼拜 虽然工作天只有四天 可是我判断会有一次到两次 中长红 你不要以为这个很简单 你讲这句话一定要负责的 这礼拜还少了一个工作天 可是我跟你讲说一次到两次 中长红 你怎么动这个外青菜公共的呢 那今天就出现 这一根也算是 今天出现一个中长红 我上个礼拜讲这礼拜 不是这根不算 这也算 成交量这么低 一定很低的啊 对不对 因为你要休假的这个 机构法人他动作就会减少 尤其是外资他就会减少 减少买卖 减少买卖嘛 有他们看他们有 导致朋友看外资法人减少买卖 大家就会减少买卖 那边也同样 减少买卖就是常态量 变成说降下来了 他也不会三千亿啊 也不会四千亿啊 就是一直降啊 所以你今天还有两千亿嘛 两千一百亿嘛 那可能是 接下来这三天里面 会出现两千亿以下 你看台积电也知道嘛 台积电今天不是有反弹吗 反弹也不过才一万七千张而已啊 也不过才一万七千张啊 这么少 对不对 所以我建议 我跟个会员讲说 如果说有机会 因为已经出现一个中长虹了 有机会几涨 比如说礼拜四以前 有机会几涨 你要卖股票 那卖股票不是说会崩盘 是整理啊 你不卖它要掉下来啊 掉下来也不会破盘啊 那说那我不要动作 虽然你啊 你不要动作 我毫无意见啊 反正也不会崩盘啊 对啊 你知道我也是吗 你不要动作 你就白起来 你不要再掉下来啊 对啊 白起来又不会再掉下来 比如说这种股票 这也是今天不错啊 表现不错啊 冲出去它又没有冲 没有冲 没有冲到401块以后 它也没有往上冲啊 但是已经表现不错了 已经非常 非常漂亮了 这个已经 艾普已经走势 已经非常灵力了 对不对 但是艾普不是主机啊 要像我说 他们的主机是四星 所以今天要特别 要介绍一下四星 因为艾普掌停板没有用啊 所谓没有用是对大家 不会有任何很大的帮助 不是说没有用啊 不能这样讲 它不是主机啊 所以它拉起来以后 大家不会跟啊 它拉过高点 其他股票不会跟啊 那不会跟指示就不会强壮 那就个股表现而已啊 但是我讲的是整个供应链啊 我整个供应链 所以你就是要这一档 这一档股票 就是他而已 没有别人啊 就是他 那你说他呢 他什么 你要讲他什么都可以啊 他也是AI供应链 他什么 什么苹果概念链 什么 你都说他什么东西都可以 因为他就是最弱的啊 他就是拳王啊 他大航也有啊 他就被控盘啊 所以你AI相关供应链股 你不能看台积电啊 不准啊 你要看这支啊 北京都不用看 看这支就到了 就这一档 那这一档 这一档你说成交量不是很大 这一档成交量从来没有很大过 从来没有很大 他都是这样子而已 那谁在玩这一档 当然不是你啊 老师你看我没有 你说我买不去 你不是买不去 你是不想买 你如果不一定要买一档啊 没有人贵定你要买一档啊 你自己不想买而已 因为你陷他太贵 你说一支两百多万 你说很贵 对吧 你喜欢买有打 你就是不喜欢买四星 我知道了 就算你有两百多万 你宁愿买 我跟你讲很多投资本就很奇怪 假设 譬如说这样子好了 我这样讲四星一张是两百六十二万 如果你有两百六十二万 你不会买四星 你会买有打 要买一百张 你才高兴 你才高兴 不知道什么心态 我好像想都没有 你就现在买有打买两百张 你就觉得好像你很富有 对不对 你会想说 哦不对啊 四星两三千块 我买四星能够赚多少 他这么高价 那我买有打 如果涨到两千多块 我还不把他爆发付 你吃辣的啦 不一样 你要让有打涨到两千多块啊 你做梦 股票会低价会高价 它就有个道理在 不是说你买低价就会变高价 哪有这样子做股票的 你买了低价它就会变高价 有什么事情 它要有高价它要有条件 我没有说有打不好 我只是说你别想 你买低价股会变高价股 千万不要这样想 但是为什么四星人家要买 谁在买的 人家的头下不一样 生活不一样 我们买股票是为了赚钱 不是为了买便宜啊 你买便宜货 它会不更便宜啊 就像你买东西一样啊 你不管买什么东西啊 这水冷嘛 对不对 你有人要买便宜啊 我没有意见啊 我不能说你一定要买贵的啊 可是那贵的东西为什么有人买 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同样的 同一种东西啊 这个我这样讲应该 你应该可以 可以听懂我的话 不然这样讲好了啊 这样讲啊 虽然比例不是很恰当 但是这样讲啊 iPhone 15现在不是最贵的 不是卖到五万多块吗 便宜的三万多块也有嘛 那一般的手机 没有这么贵吧 可是为什么人家要买iPhone 15 他买那个 他要买五万多块 那他功能也没有说 别的手机也都有啊 就这样啊 就是他要买啊 那你怎么去解释他 你叫他不要买 他就要买啊 那我要怎么讲呢 你知道我意思吗 啊 搞不好你买那个其他不是 非苹果的手机三万块 功能比他强大也不一定啊 可是他就要买啊 你不能说他不错啊 你知道我意思吗 个人喜好不同啊 所以我要跟各位讲就是说 我要跟各位讲一个观念就是说 这张股票是指标股 你可以拒绝买进 但是你不要看清他 你不要一直讲 你千万不要说世心太贵 你讲这一句话你就low了 就表示你书读的不够啊 你不知道什么东西的价值啊 你完全不知道了啊 我想讲再讲一个例子好了 人家那个豪宅啊 一瓶两三百啊 两三百万啊 可是不是豪宅可能三五十万啊 你说一样是一瓶怎么他卖三百万啊 这一瓶怎么卖五十万 很奇怪 没有奇怪啊 你会觉得很奇怪 如果我用 如果我这样讲 如果我这样讲你就大概可以了解我的意思 你说老实话地点好啊 怎样怎样啊 讲了一大堆油啊 对不对 地点好三百万的地点旁边 他也没有三百万啊 你知道吗 那一栋豪宅三百万一瓶 他旁边也不是三百万啊 一样是地点啊 对不对 不要跟我讲这个嘛 因为人家买那个三百万的就是觉得说 好像只有我买的起而已啊 我的起很多 对不 一瓶三百万跟三千万对我来讲都一样啊 对他来讲他一样啊 可是对没有那么多钱的人就不太一样啊 你懂我意思吗 所以今天会买四星的人 跟想要去买友达的人 或是跟买联电的人 他的心态是不一样的 那我不是说看不起你买联电 或是看不起你买友达 不是这个意思 我的意思就是说 你一定要用另外一种思考模式 会去买四星的人 他的想法跟会去买 会认为四星很贵的人 他的想法完全是不一样的 那有时候我买不起四星 我就跟你说过 你不是买不起 你怎么都听都没 你不一定要买一张嘛 你都听不懂是怎样啊 我没有说你一定要买一张嘛 那你可以买十张一百张当然最好啊 但是你没有办法买一张 你为什么一定要买一张呢 交易所有 叫你一定要买一张是不是 自己自限嘛 画地自限嘛 所以我要跟各位讲说 为什么四星这么重要 因为只有四星创新高 才有效 它可以策动整个AI相关工业 因为它是指标 台湾的指标就是四星 我已经讲过几百次了 我已经讲多久了 它就是AI相关工业的总指标 HPC占百分之六十以上 AI占百分之六十以上 而且是最高阶的 没有人可以跟它比啦 台湾没有一家公司可以跟它比啦 我没有骗你啦 我已经讲过几百次了 你找的没办法啦 没办法啦 能做S可它就是最强的吧 没有人啊 台湾没有竞争者 那你说创意 创意要走的啦 创意 已经被它拉开一千块了 做S可碰面来讲它就最强 四星就最强 台湾找不到第二家 那你说可以看到四星的车尾灯了 也就只有创意啦 我可以跟你说 它勉强可以看到车尾灯啦 紧紧追着 但是就追不到 那你吉他不要说了 吉他都不用说了 你说资源 资源要炸的资源 技术差太远 差太远 很遥远 创意还可以拿出来讲 你说这个 这就不是啦 这不一样啊 做的问题不一样 你拿着资格打 欧白说 对不对 你什么东西要比啊 比如说 你不能拿爱普 你不能很多人说拿爱普 跟什么股票比 爱普是做记忆体的啊 那不一样啊 爱普是做记忆体的 他跟四星千元 跟创意什么元 没关系啊 爱普是记忆体的啊 你要拿爱普 比你也要拿记忆体相关股票 你知道我的意思吗 总不能有人说拿爱普 跟台积电比吧 还是说跟富邦金 国泰金比吧 你知道我的意思吗 你也不能拿爱普 来跟这个伪创比啊 那不一样啊 你也不能拿爱普 来跟这个广达比啊 这不一样的东西是比什么呢 你知道我的意思吗 你要相同的公司 同性质公司 来比较 比如说 你拿四星跟创意比 可以 合理啊 一样做S可 那你勉强把那个资源给倒了 资源也可以拿来比 可以啊 你知道我的意思吗 所以是说你要相同列股来比 你不能说 饥渴的股票 拿来跟那个 那个做伺服器的 比 大概也可以 饥渴本来跟伺服器就有关系 但是你不能说做饥渴的 拿来跟那个 金融股比 不是很好笑的 了解我的意思吗 我们先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家见不见 传通国际头部 诚信至上以客位尊 专业团队稳操胜券 创造财富 成就精彩人生 环队三大保证 第一 绝对正派经营用专业服务客户 第二 绝不夸大绩效华众取船 第三 所有股票殆尽一定带出 茫茫古海 您需要一盏明灯 传通国际是您唯一选择 立即拨打咨询专线 02-7725-9668 传通国际头部 诚信至上以客位尊 专业团队稳操胜券 创造财富 成就精彩人生 环队三大保证 第一 绝对正派经营用专业服务客户 第二 绝不夸大绩效华众取船 第三 所有股票殆尽一定带出 茫茫古海 您需要一盏明灯 传通国际是您唯一选择 立即拨打咨询专线 02-7725-9668 想了解最新台股走势 股市民师现阶段手中的标股 您想知道的一切 都在鼓动乾坤 欢迎回到节目下 所以我们来研究一下 这张股票会涨到哪里 短线的趋势它会歪来歪去 有时候会整理 有时候趋势向上 这是短线多方式 这是中线多方式 这是短线 短线啊回测短线啊 是不是买点 我们当时就买在1825 就是这里 短线啊 短线啊 短线 这抗头抗面 这有抗头抗面 这短线向上 这短线抗头抗面 这短线也是抗头抗面 你在买是要逼什么 这个就是技术面了嘛 我刚刚讲这就是技术面了嘛 那你是讲基本面干什么 说基本面是探情吗 所以是不是基本面比较重要 因为它就技术面就好啊 它短线顶多是整理 我问说经理下来 上星期五下来 2280 你看2280 它是不是打下来回测前波的高点 2310 那你说老师2310 2280插30块 我跟你说啦 如果2000几坡的股票插30块 就要插1% 不要这么够高 2000几坡的股票插1% 那就是30块 就是20几坡30块 它是高价股啦 你讲讲讲看得很快啦 所以它跌下来以后 它会在这边停留嘛 停住嘛 你就放过来你就知道 这边是2315 对不对 它会停在这里 对不对 然后马上转过来 但是老师这边压力 你再来了 我跟你说 如果它怎么整个500块 就是压力 这张股票 常常听到一些网友说 要放空它呢 根本就没钱 他们放空了 说到整本机 做不到一成事 它根本就没钱嘛 那是小屁孩而已嘛 根本是小白 那小屁孩也不能说小屁孩 小屁孩也不一定会做股票 那没钱嘛 每天在那里面小围 要放空四星 放空爱蒲 放空资源 你就没钱啊 你讲得多多 你就放下去了 我经常说 你讲那围 我都看你没钱 你就真的放空 你中间放空 你如果没钱啊 你有钱啊 你根本就没有空单 你怎么空什么啦 你直接说什么啦 根本就没有钱啊 你看连创意也没有钱空 才200多张 你是要看什么啦 有钱拿过来空啊 不要说这么多啦 你如果觉得这种股票太贵 你可以拒绝投资 你可以不要管它 真的我可以跟你讲 你都 你从此以后 你不要管四星 它要涨要跌 但是你钱不要酸它 因为你酸四星 表示你的程度不好 因为你不懂 老师啊 我不懂 我贪25元而已 现在贪18元 今天贪多少 本意味一千倍呢 我没给他放空可以了 你再来 你再来 你再讀書 你不讀書了 本意味一千倍你看以前的 你看股时候的财务报表 在做未来的股票价钱 我跟你说 四星今年赚45元 明年赚65元 后年赚到80元到85元 你就记起来 所以财报没有要写啊 财报写了以后就不值钱了 那为什么我要一直讲四星 我要跟你讲 如果今天这辆股票不涨 这个股票也一定不会涨 这个也不会涨 这个也别想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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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更不会涨 他也不用涨了 他这些股票全部都不要涨了 你知道他意思吗 我刚刚讲的这些股票 包含今天强势的这辆股票 什么什么什么 金像电啊 这边我还要整厕了 反正这些AI相关 我都不用想要有机器了 所以只有四星涨 对大家才有好处 对于做多这些AI相关供应链股的人才有好处 应该是这样讲 那我们就做这个 包含这个 这个吧 这支 我们买在这里 128 我看我买这支很均匀 是说老师你怎么敢买 六三几天你问我不敢买 我都不是买在这里 我都不是你 我都不是你 尾床 你又看好 我当然也看好 尾床 尾床落了 我是隔点买的 我给尾床卖一般去买这支 我都说得很清楚 这支 我不是说压下来买吗 压下来买吗 这我在这里买的 278 345 买一般 这就买了 我不是跟你说过了 这也是跟你说的 这也是说压下来你要买 我说这支你要注意 这支哪启 这支一定启 对吧 这支是主机 我说这支我买掉 如果说这支你买掉 又起起起 起起就没问题了 我这支在这里买的 138公布308买 379.5卖一半 350全部出清 330买进 370几卖出以后 转进这档股票 我要说很清楚 我说也要说这支 我就不是像你们要买千多支 每天要买托天板来表演 我们这边没这样做 我们所有的做法都是为了会员 我们都是 觉得现在也不是很好做 动作少一点 对不对 然后就是 但是当然股票没有问题 我们就先保留 等反弹再来卖 但是你反弹起来要卖 我现在一直跟你预告说 反弹起来要卖 不是说叫你一直要买 当分析每天叫你买干嘛 你现在已经都有股票 我一直叫你买干嘛 那我做什么股票你也都知道 你要买自己不会 看我做什么股票你自己 对不对 参考一下嘛 但是你自己操纵 你要自己要受停损啊 我不可能带你 带你这边带你卖股票啊 了解我意思吗 加上还有Telegram 1930.08 所以我今天最主要跟各位讲 就是说 四星这张股票 它是AI相关供应链的指标股 只有它涨 AI相关供应链才会跟上 而它现在今天当上股王 当上股王并不是特别重要 重要是它要创新高再涨 才能够策动所有的AI相关供应链 那会不会创新高 我认为这个不是特别大的问题 了解我意思吗 那我们今天报告到这里 谢谢各位的收看明天见 明天见 明天见 明天见